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璀璨煙火划過夜空 這浪漫場景 讓人彷彿置身動畫世界 精彩煙火秀 可以說是迪士尼必看表演 社會港幣狂跌 現在去香港消費更划算 以香港迪士尼 每張619港元的成人票價為例 現在只要2300元 比起去年同期足足省了200元 它們是緊盯美元的 那历史经验来说会突破的机会不太高 所以现在反而有可能是港币最弱的时候 美元最强的时候 港币走弱也让不少投资人受到赚钱的味道 随着市场预期连准会三月升息几率可能性大幅提高 美元开始强攻让美元跟港币之间利差不断扩大 市场上出现一种现象 所以投资人开始借港币换美元 港币成为会市中最热门的套利交易目标 因为拆借的成本非常低 所以如果接下来港币弱额美元强的时候 他们可以用几乎零成本的方式去套利 所以有很多的大户投资人 甚至是手上资金很多的人就用这个方式去操作 但是翻看历史 1998年金融大二索罗斯聚集港币的回忆 当时做空港币狠狠吃了憋 让专家市井这样套利风险很大 如果出现金融危机利率飙高 或是金管局出手干预会价 投资人将会马上面临账面损失 想套利一个不小心恐怕先成望中之别 三新闻谷告诉六亚文台北报导 下语就行